然后呢他就建议叫金马奖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金门马祖 就是作为前线 他们的奋战的精神 应该被这个电影界所学习 金马五十的时候 我们就很早就定调说 希望今年能够把历届的这家导演 还有影电影后门 就是邀请他们回来齐聚一趟 然后把这个访问的过程 可以拍摄下来 是非常珍贵的口述历史 明镜温暖如海洋